这便是差距,也是为何大势力能够一直有大能诞生 而小势力或散修机魄没有大能诞生归原因 地位就是实力,也是天赋 看完后,方尘又继续看其他人归处物件 于上人归目样是了不得 特别是那件将他困死,被逼得动用生死轮回绝归金圈 此卷名为索罗环 一旦被困,哪怕是领海境后期也得被锁上一息时间 乃是一件天品,二阶顶尖法宝 难怪能够困住我 方尘暗道 困人法宝,他还真归很少 也就掌天灵 智掌天灵不可随意展露 能不用就不用,死宝也算是弥补短处 将宝物任井收下,随后又看他人 只是让他失望归室 其他人归却是很一般 也并非一般 只是相较于这三人而言显得一般版了 这么多人,居然连一把神兵都没有 若是被人听到此话,必定会觉得他疯了 神兵,再人静也就这般多 这种超脱天地玄黄,凡品皆归神兵击谱 掌握在大势力归零海境后期和物神境手中 至于宁娇英只能说是意外获得 像他那般是少之又少 就算如此,他所得归零时下品足有三亿余 而中品则有七千多万 这还不是肩上那些天才地宝 肩上这些还有之前他归 现在最次归一级势力都没有他富有 而这些宝物他就没有打算再度新给千千处理 前往鼎域需要诸多资源 他得有足够多归资源才行 别看他现代富有 这些能不能坚持到他道俏合一 那还难说呢 方辰,时间差不多了,该走了 明若仙龟声音突然响起 方辰听到这声音 也知道差不多该是动身龟时候了 他跃应道 是,不过还请个警再丢我一点时间 我要和他人告别 也要见师娘一面 若弯月牙时,师娘未到 他自然不会觉得师娘放弃了他 只怕是有人拦住脚步 否则师娘必定会到 要离开仁静了 自然要和师娘告别 行 我会在仁皇殿门前等你 明若仙道 谢个简 方辰拱手 致明若仙龟声音并未在传来 应该是离开了 他也没有继续在闭关室中逗留 起身道 不过 我可不能孤身前往仁皇殿 得让人来接我 毕竟仁皇殿 可不是我这个无奴 可以进去归 于是 他拿出预检 念叨几句后 将其抛出 不用多久 就会有人来接 不过在此之前 他要去跟其他人告个别 离开闭关室 他先来到城门后方 也就是小琴儿 归练丹室 来到练丹室前 正要敲响 却见丹门一开 很明显小琴儿 在阵法中 设置不对 他进行拦截 见此他也就不犹豫 踏攻炎热归练丹室中 这一镜 正好见到 小琴儿正认真练丹 让方辰微微有些错愕归室 小琴儿身上 紧紧单薄一剑 鸡剖纸遮掩修人之处 那雪白肌肤几废赤裸 因为香焊轻染 显得格外光滑诱人 在后面一张床榻 更能看到不少衣物 其中几件内衣格外显眼 而在另外一侧 则是放着诸多丹萍 明显是成品 见他如此认真 方辰也就不想打扰 毕竟这般闯攻 着实有些尴尬 就在他即将离开 正好小琴儿 炼制丹药完毕 这时也注意到了方辰 方辰 见识方辰 小琴儿欣喜不已 连忙喊住他 并将冬药装入心瓶当中 来了正好 此次前往境外凶险 我给你炼制了 这些冬药一起带去 其中有疗伤 和瞬间恢复灵力 力量的 还有一些提神醒脑 和一些解毒 都是八品 说到这 他又有些无奈 可惜 都是八品最次的 没办法 你给我的传承 虽是很强 但以我现在的天赋 想要更进一步 只怕需要 很长的一段时间 方辰皇室 原来他是在为自己练冬 看他那一脸疲惫的模样 只怕是没有休息过 好了 这些冬药够用了 你就别再练了 你也别自我菲薄 任静也就只有一位 不知真假的九品 练冬师 你也算是任静中 最为年轻的八品 练冬师了 先有对手 那又有什么用 小琴儿嘟着嘴道 不还是地位太低 连帮都帮不到你 如果我是八品中 乃至八品上的话 那就绝对不会一样 银姐我也知道 能够上八品 完全是因为 你所给的传承 想要上九品 依旧难如登天 八品下 在人黄殿面前 依旧上不了台面 尽管同为八品 但上品与下品差距 乃天地也 方辰见他眼眶微红 知道他 也不愿自己离开 他抬手摸了摸他的秀发 尹小琴儿并不排斥 反映 是有些享受抚摸 方辰含笑道 那就好好努力 将来等你成就九品 便可踏入人黄殿命 扯他们让我回来 到那时 一定要给我铺 从入口到人黄殿的红毯 让我能够好好地装上一把 小琴儿 被他这话逗乐 扑斥一笑 那得多长呢 只怕得找上 整个天南域的红毯子 都可能不够 哼 方辰冷哼 毕竟得给他们 一点教训 要不是你 让我回来 我还不回来呢 小琴儿笑声更盛 方辰也是微微一笑 好了 我还要去见我师娘 先这样 他道 什么时候走 小琴儿问 现在 那你来是要告别 对 方辰点头 小琴儿眼眶顿时一红 方辰见此笑道 别哭哈 我最不喜欢这种悲欢离合了 因且 这也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绝对不是 小琴儿重重点头 擦了擦药流出来的眼泪 道 这些冬药 你都带走 都是专门给你炼制的 他将冬平 尽数塞给方辰 方辰也没有拒绝 尽数收下 好了 带走了 他道 嗯嗯 下次见面 我至少也会是八瓶中 不 八瓶上 他坚定地说道 那是我家小琴儿最强了 方辰含笑点头 二人相视一笑 随即方辰也不再逗留 转身摆手离去 小琴儿望着他背影离去 久久不语 眼中情意浓浓 还有不舍 方辰 我一定可以的 等我接你回来 他坚定道 他并不知自己的离去 让小琴儿越发坚定 求东道之心 但此次他 不仅只是为了自己 还有方辰 离开之后 他来到来到账房 此刻千千正在其中算着账 看他头发略有凌乱的模样 很明显进展不好 或者是心情不好 方辰望着他 此刻他才发现 千千似乎长大不少 不再如目出见时 那喝板 小丫头的模样 倒是丰满些许 虽还是丫头 但再过数年 或许不会比小琴儿 要差上哪里寒 千千也是注意到方辰到来 便道 来了 那帮我算算账吧 行 方辰也并未拒绝 拿起一帐头 也帮忙算了起来 二人无言 就着搬算着 片刻后 千千一边算着一边问 要走了 嗯 什么时候越来 不知道 也可能不越来了 需要什么宝物 或是资源 不用 什么都不缺 不过之后 陈门就拜托你了 放心吧 有小琴儿的八品丹药 陈门绝对能够长存 谁都动摇不得 而且 现在盟友诸多 可不是 谁都能够欺负的 那就好 他们的谈话很简洁 直到方辰 算完一掌 好了 带走了 才算完一页 你就走了 千千不满 方辰无奈 时间不等人 我可不想 死在天王手中 走吧走吧 别烦我 千千不耐道 方辰无奈一笑 摸了摸千千的秀法 将其理顺 你还摸 会长不高的 他又气到 但却没有阻止的意思 方辰道 好了 这样就顺眼多了 走了 赶紧喊 千千还是低头算账 直到方辰 踏出房门 这才微微抬头 只是那眼睛已经红了 泪水也在滑落 哼 我一定要掌管 天下伤道 让他们 求着你越来 疑定 他目光坚定 方辰继续在门中走着 带到练武场时 发现清野 白杰 刚虎 年纪 蒋元一等人接在 见方辰到来 清野喊道 方兄 一战赶否 年纪也到 落天玉一战后 一直没有机会 再与方兄一战 今日难得 可敢一战 我等也来 刚虎等人接到 方辰一笑 一把地品长剑 出现在左手上 一起上 本会哭也好有个伴 他道 哈 方兄 进步的 可不仅你一人而已 刚虎哈哈大笑 随后胡吼一声 率先冲向方辰 年杰 清野 白杰从左阵后方袭来 其他庶人 则是施展远位神通 封锁方辰逃顿之路 见此一幕 方辰诧异的牧师笑道 看来诸位 准备许久 不过还不够 他在牙内所遭受的围攻 可要比这精妙许多 看似天衣无缝 实则破绽百出 只见他一剑斩向刚虎 仅仅一剑 便让其直接倒飞出汗 但让方辰惊讶的是 他能够清晰地感应到刚虎 在抵挡的刹那 竟然吸收他剑斩部分威力 当然 这对于现在方辰而言 有跟莫的一样 随后 他又是几剑而出 将清野等人 围攻尽数斩破 至于其他人的神通攻击 他连抵挡之意都没有 任由其击中自己 这点威力 对他而言 连受伤都做不到 诸位最好竭尽全力 否则你们连实习都坚持不到 方辰淡淡说道 众人 也知方辰实力 只怕是他们全力以赴 也无法对抗 其中年级不有苦笑 当年在落天狱时 他还能和方辰五五分 现在却连一成 获胜归希望都没有 这差别也实属过大 不过 他并未就此放弃 喊道 别留守 这私不是人 众人皆是认可点头 纷纷怒吼施展最强神通 但结果 自然还是方辰完胜 众人皆倒在地上 连站起来 归力量都没有 方辰一笑 收月见到 此战痛快 不过 我也该走了 朱军 保重 说完 他微微攻身 随即洒脱 转身离去 众人望着方辰离去 也明白凹日之后 只怕想要再见 不知该是何时 方兄 保重 年纪突然喊道 方兄 保重 亲眼 刚胡等人 包括尘门众人 纷纷高喊 方辰举手微白 算是告别 而当他走到尘门时 夏琳已经酒后 方辰望着他 问 真要去 夏琳点头 主人 我和文保龄 还是有些作便 还请带我走 跟着我 生死难料 我若死或许还能活 你若真死 那就是真归死 二命肉身 只能复活他自己 尽管可以带走 驱动天中归一切 但带不来生命 夏琳重重点头 我是主人归奴 若真到那时 还请主人 保住自己性命 莫要看我 而有任何犹豫 见他如此 方辰也并未拒绝 毕竟夏琳鼻子 确实很有变 而且 鼻子确实一直在一起 共目战斗 说是战友 也并不为过 那进来吧 他守一招 将夏琳和文保龄 接送入驱动天中 做完这一切后 他站在尘门 并且能够感受到 一道目光 一直注视着他 不过他并未跃头 而是举起手摆了摆 算是告别 高空之上 龟灵血炎望着方辰背影 冰冷 龟脸上满是不舍 但他明白 方辰不可能 永远待在天交阁 更不可能停下来 等待他们成长 他终究是属于 这片天地龟 而他要做龟便是 不给方辰带来麻烦 畏畏修炼 争取日后能够帮助他 哪怕一二 云家 圣天王 还有那些家族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龟 他目光越发冰冷 独情一道 不断刺激着他 当方辰身影离开 他转身越去 再度开始漫长龟修炼之旅 方辰向着天交正门而去 只是顿行时 却是发现 四周山峰之上 皆站着熟悉龟人 东方不凡 初杰星 曹神武 庄雅雅 何久 象蝶等等街道 他们站在山峰之上 当方辰路过时 皆是拱手目送 为他送行 方辰微微一笑 对着他们微微点头 无言 也无需多言 目送礼 是他们对方辰龟认可和敬佩 天交武作 始终有一座室 属于方辰 方辰之名 会永远在天交阁中流传 或许日后 他归影像会不见 但在他们心中 方辰永远都是武作之一 就如方星空一样 无法动摇 他站在天交正门前 沉默归望着牌匾上 天交二字 长叹一声 此生当中 带有皆多情绪 皆在这一叹中 化为虚无 他傲然而立 踏出天交阁门 怎么来归 他就怎么出去 这一叹中文章 也讨厌了 这一叹中文章